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沈道长 阳君 怎么回事 他怎么会在我房间啊 我难道 这可如何是好啊 要不干脆装短片 说什么也不记得了 不行啊 不过是长青 也不是那种不负责任的渣男啊 可我现在 仙长作业真是 沈道长 父皇想让李治败在您的门下 不知您意下如何 这 这可是李治啊 唐高宗李治啊 给我当徒弟 依师傅收留 哪怕是做个端茶滴水的童子 也求师傅留下李治 这可是你自己送上门的 就怪不了我巫人子弟了 白宋的大腿 不要白不要 我收弟子的门槛 是很高的 若不是陛下有求 你这等姿势 必是入不了我门下 沈道长这意思是 愿意收下我弟弟了 李治 还不快拜谢师傅 谢谢师傅 沈道长 我先回长安 向父皇报喜了 唉 长安是了 总算能过几天安生日子了 李施敏 你给我出来 我要你成立 之前充的不多 你给我弄了这么三个东西 这次充了六四八 你总不能再坑爹了吧 六四八的奖励就是不一样 居然还带包装的 快 让爸爸看看你里面 是个什么好东西 几品盲盒 给我开 这是 快走 别走 别 别啊 师傅 托儿想问 今日该做些什么 对吧 熟心靠着烤牙积攒的本钱 可以考虑扩大业务规模了 有理智这免费劳动力 这养猪指南不如 嘿嘿 李施 为了让大唐百姓都能吃上肉食 你可愿做些苦工 师傅 若真有办法 让天下百姓都吃上肉食 我说苦工 李施这条命都可以献给师傅 好 照此书之法养育群猪 家义十日 天下百姓自然就有便宜肉食 你可吃得辛苦 弟子吃得 学长 外面有个老人 自称袁天纲 说有十万伙计的事找您 神道长 救命啊 您先起来说话 神道长 此事不以旁人听见 李施 随东人姐姐去集市买几头猪回来 先养成试试 是 师父 知道了 神道长 好了 人走了 什么事还得避着人说 该不会是你这老小子 得了什么羡不得人的病了吧 不是我 是陛下 刚治好皇后的病 陛下又染了引急 不是 您先听我说 不要 不要过来 你别来找我 太医说皇上犯了义政 一直叫着不要过来 别来找我之类的话 我查太后发现 是有鬼仙缠身 但以我的道行 不足以除去 袁天师 朕的命 怕是只有沈仙长能救了 臣一定将神道长请来 并不宜耽搁 若是放人下去 陛下恐怕 时日无多呀 神道长 你等等 鬼仙缠身啊 让我先想想 这当皇帝的每天都提心吊胆 怕被人刺杀 何况这里是名士兄上位 容易得被害妄想症 也实属正常 只是这玩意儿 我也不会治啊 万一皇帝突然犯病 把我当刺客拉出去斩了 那我岂不是要英年早逝 神道长 我可是向陛下保证 以您的本事一定能降服鬼仙 治好陛下的病症 那我可真是要好好谢谢你啊 有立功的机会第一个想到我 神道长不必客气 陛下危在旦夕 求您立刻动身 没有得快点啊呗 快快 见过见证大人 来者何人 殿下寝宫 难堪善处者 杀不赦 哦 哦 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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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